你敢相信吗 这个大爷把400多枚旧炮弹埋到了村路下面 让这条普通的村路变成了一条天路 最糟的是大爷埋完之后就从村里搬走了 留下毫不知情的村民天天走在炮弹上 直到施工队翻新道路才发现 大爷到底和村民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2016年这江嘉兴 施工队在翻新道路时挖出了一枚生锈的炮弹 虽然炮弹已经生锈 可谁也不敢保证不会爆炸 负责人下的连忙报了警 民警接到报案也不敢怠慢 连忙联系了排弹专家赶往现场 可不挖不知道 一挖吓一跳 排弹专家本想将炮弹周围的土壤清理干净 结果没想到是越挖越让所有人心惊 这条路下面竟然整整有400多枚炮弹 重量将近三吨 虽然从外表上看秀气斑斑 但根据专家估测 大部分炮弹引信都比较完整都能引爆 这个当量如果爆炸 毁掉村子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开始了紧急排报 这边忙活着 警方也没闲着 开始调查到底是谁将这些炮弹埋到路下面的 经过走访调查 铺舍这些炸弹的应该是村民老鱼 警方迅速找到老鱼 原来老鱼早年间经营这一家废品站 村民们有什么废铜烂铁都会送到老鱼这里来 所有村民们时不时的就会从田里挖出炮弹之类的废铁 村民们也将炮弹送到了老鱼这里换钱 老鱼也他妈是一高人胆大 看到这些炮弹用的钢材虽然生锈了 但用的都是金钢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于是攒了几年后 就将这些炮弹一起送到了钢厂 钢厂负责人打开箱子一看 魂都快下丢了 于是赶紧派人给老鱼送了回来 郁闷的老鱼也只好将炮弹堆在了院子里 几年后 老鱼准备关闭废品站搬离村子时 又再想起来院子里还有一堆炮弹 带也带不走 扔了又可惜 他看到自己家附近有一条十分泥泞的道路 就来了想法 既然自己留着这些炮弹也没用 而这些炮弹硬度也很高 自己就补到热肠一回 就把这些炮弹作为地基埋在了村路下面 之后便深藏公寓营 带着妻女远走他乡